在5月24日晚上进行了一场女单16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和乌克兰销球运动员汉娜。 这本来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毕竟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二,而汉娜则是一名世界排名在200开外的选手,双方的实力甚至都不在一个档次。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本来应该是毫无悬念的比赛,过程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王曼玉居然和对手苦战7局,最终才以4比3的比分惊险战胜对手。 王曼玉为何会险遭暴冷呢?赛后,真正的原因曝光。 原来,直到赛前,王曼玉在和对手进行的热身的时候,王曼玉才发现汉娜的球拍是正交,同时还是升交。 再加上对手是销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打法。 是销球中的颗粒,又是颗粒中的销球,同时对手还有倒板,这确实令王曼玉非常不适应。 好在,王曼玉自身的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尽管打得非常艰难,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击败了对手。 但球迷们还是将王曼玉这次险遭暴冷的原因归咎到女拼主教练马琳身上,认为马琳在赛前的准备严重不足。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汉大毕竟世界排名在200台外,在马琳看来,这样的选手根本不会对女拼主力构成威胁。 所以,相信赛前马琳根本没有注意过这名选手,更不要说搜集这名选手的资料了。 这也导致,王曼玉直到热身期间,才发现对方是正交又是颗粒。 尽管这次比赛是王曼玉首次和汉大交手,但毕竟汉大此前已经过了三轮比赛,马琳真的有注意过这名选手吗? 其实,汉大能够晋级到女单32强,绝不仅仅是运气好,看她在和琳达的比赛中,消球非常稳健,一旦有好的机会,就会主动出手进攻。 而汉大的薛中反攻,也确实令王曼玉吃尽了苦头。 有球迷就表示,教练组有很大问题,是拼赛这种级别的比赛,赛前连对手是什么娇皮,什么打法风格都不知道,国拼的神话破裂了。 这场比赛赢下之后,王曼玉自己也是心有余悸。 王曼玉表示,自己也有想过自己可能会输,但最终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因为自己确实不甘心,就这样输掉比赛。 王曼玉表示,正是因为自己不甘心,就这样输球,才给自己更多的一定要赢的信念,最终才能击败对手。 同时,王曼玉也检讨了自己在比赛中缺少一些耐心和坚决,尤其是在第六局比赛中,在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自己出手不够坚决,最终被对手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 好在在决胜局中,王曼玉就打得非常简单,以前怎么赢的比赛就怎么打,不给自己留后路,最终艰难赢下了比赛。 王曼玉的这场比赛,也给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马林敲了警钟,那就是在赛前,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困难准备,同时也要注意搜集对手的资料,提前熟悉对手的打法,以免再次遭遇同样的困难。 打得这么艰难,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王曼玉赛后也亲口承认险被暴冷的原因,第一次和对手打,有一点不太适应,能够赢下来很不容易。 第七局没有了退路,什么都不要想了,抱着赢的信念,相信自己。 客观评价确实如此,不太熟悉对手,打得有点被动,特别是前几局太心急了,急于搏杀结束对抗,反而自身出现失误。 第五局稳下来场面立马不一样,直接11比1拿下。 说实话,第一个赛点局其实也是有需要拿下4比2获胜的,结果对方薄弱点判断失误,反而送给汉纳比哈普诺瓦几个舒适的进攻球,于是手握数个赛点,白败葬送。 如果国拼赛前能完全了解对手,王曼玉不至于打得如此被动。 当然如此说也不是责怪教练团队,国拼潜在的威胁太多了,世界排名接近300的无名小卒都能研究到位,那么太可怕了。 国拼目前的精力主要放在排名靠前的几位,他们才是主要交手对象,汉纳比哈普诺瓦只是特例,而且事实证明,不需要特别针对,主力们只要稳下心态沉着应对,比赛还是很好赢得,第七局连得8分取得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此,你怎么认为呢? 这场比赛,王曼玉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大家感觉到王曼玉全场属于迷失状态,对手的排名只有213位,按照常理来讲,这样的世界排名在面对王曼玉的时候理应没有任何机会,更何况对方已经37岁了。 但是没想到,同王曼玉交手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顽强,王曼玉险些输掉这场比赛。 王曼玉如果想要在本次世拼赛上实现未免的目标,那么必须要好好总结一下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曼玉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这位选手作为一名奥运会冠军的获得者,不应该打出这样的表现。 对方把王曼玉拖进决胜局,这肯定是暴大冷了,正常来看王曼玉应该4比0横扫过关的。 作为未免冠军,王曼玉在本次世拼赛上的状态还在调整之中。 不过,后面的比赛,对手的实力将会更加强大,如果王曼玉不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想要在今年的世拼赛上实现未免简直不可能。 大家希望王曼玉能够继续加油,期待王曼玉能够在后面的比赛,王者归来。 虽然王曼玉略有波澜,孙颖莎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的小魔王孙颖莎本次是三线作战,女双、混双、女单三个项目全部参加。 在5月24日更是一日三战三胜,和王楚清搭档的混双已经晋级四强,和王曼玉搭档的女双也是已经晋级八强。 而本次的女单比赛应该是孙颖莎最为看重的。 孙颖莎现在排名是世界第一,所以她在本次女单比赛首轮是轮空的。 第二轮比赛,孙颖莎非常轻松地击败了奥地利的索尔加,晋级16强时,遇上了来自罗马尼亚的老将萨玛拉。 萨玛拉曾经在新加坡大满冠赛当中击败过陈梦,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孙颖莎在和她交手前,也是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 作为中国乒乓球女队重点培养的选手,王曼玉非常有机会参加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但是,如果王曼玉的状态还是如此低迷,相信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组也不敢把王曼玉贸然派到奥运会的赛场上, 毕竟在奥运会的舞台上,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大家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王曼玉能够调整好自己,为中国女拼做出更多贡献。 在本次世拼赛女单比赛中,我们国拼的五位女选手都已经晋级女单16强,这也是看出了我们国拼在世界排名中的强大实力,晋级的这五位女选手也是在世界排名前五位的。 现在乒乓球的世界排名顺息万变,排名的不断更新也是体现了各位运动员的具体实力,现在日本等国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实力也很强,也是希望我们国拼选手能在之后的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最佳实力,以优异的成绩来回馈自己的训练成果和国家的栽培。 我们下期再见。